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像我就写过一个4月6号有一个小女生5岁 叫Catherine 她看到电视上播非洲的影片 所以就发了善心跟行动 要去拯救非洲的孩子 让他们不要被蚊子叮 所以她后来变成有名的蚊帐大使 她才小小年纪5岁 大概就拯救了超过100万个非洲孩子 因为这么小的孩子能做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网络上引起很多朋友的回响 那很多人就希望我再多讲一些 那我应大家的要求 我就再讲一个 也是一个孩子的故事 是在1月8号发生的 那这个孩子当时在美国 他11岁 他想要有一个生日礼物 那他想要有什么生日礼物呢 他想要一台新的脚踏车 那他这个礼物 他还写信给圣诞老公公 想要圣诞老公公送他 那谁是圣诞老公公呢 就是他的爸爸 可是他爸爸有一个问题 什么 没有钱 当时一台脚踏车要25块美金 他爸爸曾经伪造8块美金的支票 结果被抓进去关了两三天 可见25块对他来讲非常大 那这个孩子后来有没有得到礼物 有 他爸爸最后花了12块9毛5 在一个旧货店买了一把二手的吉他 送给了这个孩子 12块9毛5对他爸爸来讲也是蛮多的 那孩子有没有不高兴说我没有脚踏车 那我不要吉他 没有 他得到吉他也很开心 他就开始学弹吉他 然后开始了解音乐跟认识音乐 也开始走上音乐的路 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以后 他出过150张唱片 其中149首歌曲进入排行榜 有17首是进入冠军排行榜 最厉害的是他有一首冠军曲 连续79周在排行榜里面 那么这是历史上第一 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打过这个纪录 他三次得到葛兰美奖 36岁就得到葛兰美终身成就奖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两个 唱片卖超过10亿的 另外一个就是Beatles 10亿张唱片 这不得了 然后美国邮局呢 用他的人头发行邮票 也是历史上卖邮票最多的 超过10亿张 这个11岁得到一把 救吉他的男孩子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 猫王 你看多有趣 如果当时这个孩子 他在1月8号得到的生日礼物 真的是脚踏车的话 不是吉他 What 那我们这个世界可能就 会完全不一样 那有人说呢 上帝为你 关一道门 就会为你开上窗 我感觉上帝没这么无聊 他不会为每一个人这样开开关关的 其实门跟窗都在那 窗让你看到 美丽的风景 问题你要到达那个美丽风景的地方 你就必须开门走过去 我写今天这个书呢 其实就是想开 366道窗 让每一个孩子呢 看到梦想实现的力量 然后呢 他想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可以开门走过去 就像 猫王一样 他小时候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生日礼物 开始了音乐的 人生 然后因为他看到音乐的风景 最后他走上音乐的道路 实现了另外一个闪亮的梦想 所以一样 就是你 必须 开窗看到 开门 走向前去 就可以实现梦想 嗯 嗯 你